公安分局的专场 接下来通过短片了解 第二位警察小哥哥 我叫王硕 今年29岁 现在是南京市公安局 宣武分局 法制大队的一名警察 你设计成绩怎么样 我平时不需要打枪 那比我呢 平时也不比武和不散打 那你平时审讯犯人吗 现在不需要审讯犯人了 我们是在后方做审核工作 你也是警察吗 是的 法制大队的日常工作 就是审核案件 这伙听着枯燥 其实责任非常重大 我们特别害怕去找王硕 因为他对待案件 总是特别的严格 每次我们好不容易 抓了个嫌疑人 去找他通案 他总会指出 我们各方面证据的不足 他们可以分工复火地办案 但是我们必须要保障 他们万无一失 对于一些复杂案件 法制大队不能马上给出答案 要逐条比照相关法律条文 开会讨论 然后才能下结论 因为审核一旦出差错 就可能导致冤假错案 我们要对公安机关的 执法质量负责 一年最多要审核500多个案件 精神压力有时会比较大 所以没事的时候 喜欢去健健身 看看话剧 或者自驾游 放空一下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我们可能不像刑警 我们可能不像刑警 轰轰烈烈 也不像禁毒警察 紧张刺激 也不像派出所工作 千头万许 我们也许永远不会得到鲜花和掌声 但是我们会一直勤勤恳恳 我是王硕 这样的警察 你喜欢吗 有请二号男嘉宾王硕 欢迎 你好 欢迎欢迎 等得很辛苦啊 大家好 我就是刚才短片中的王硕 来自南京市公安局选拥分局 我现在在法治大队 是负责案件审核 刚才一直有看吧 小富的表现全程你都看了吗 刚才一直在后方做准备 准备着自己 没顾着上小富是吧 你觉得小富来之前 你们有考虑过吗 说谁比较有机会牵手 你们聊了吗 应该他吧 毕竟年轻有为嘛 结果你看看 最后他没牵手成功 他刚刚离开的时候 你有没有遇到他 看到了一眼 我好像看见小富坐在那个角落 看了个脑袋 小富 你看看 硕哥没有关注小富 但小富现在一直在角落 陪伴着硕哥 你现在就是 那就把他先放在一旁 让他在角落里 看着你 自己好好发挥 把你最优秀的一面展示出来 好不好 没问题 硕哥和小富完全不同的类型 完全不同 其实说实话 年纪不过相差四岁而已 因为你今年29嘛 小富是25 6号 6号你想说什么 遇见同行了吗 我是做法律的 然后就很多问题 到了我们这儿 我们要帮当事人 去维护他的权益 法治办就是在法律人心中 其实是神一般的存在 为什么这样说呢 公安系统的最后一道屏障 就是法治办 它是所有冤假作案的 最后一道屏障 很神圣的一个 说跟他说的对不对 对对非常好 原美平帮你做了一下你目前的这个职业的这个简介 5号 第一印象的话 其实我很自然地跟上一个嘉宾做了个对比 就是觉得他比上一个嘉宾会成熟稳重一点 毕竟年长那么几岁 1号 1号 好 我也不自觉地做了一下比较 前面的男嘉宾可能像是火焰 他 就是 他像什么 像水 海水 对我觉得 他可以 可以很柔软 然后也会让人觉得很有安全感 小富本来就在黑处 现在脸更黑了 真的 心在滴血 当然我们硕哥和小富一样都有自己的优秀 我们也会通过很多的时间了解他 在了解之前 大家还是需要完成第一眼印象的打分 来 女嘉宾和阿姨们 有点喜欢你 请打分 哎呀 我有有有九分九分 我看到1号已经把九分都给出来了 不得了不得了 这女嘉宾1号跟6号打了九分 不稀奇 刚刚他们都夸过了 3号也打了九分 为什么3号 呃 演员 你懂吗 5号阿姨 刚才给小富的分不高 我记得 是 怎么说哥分就九分了 九分了 感觉他 个别他要高一些 但是呢 他那个看起来 一种很安全感的那种 对 我看着挺喜欢 很喜欢 好来 5号要帮妈妈说什么 5号 我是不赞同他的说法的 不赞同 我虽然打的分都是7分 但是我觉得 他的身材背有上一个好 小富是开玩笑 但是这个比武的设计第三名 今天训练呢 好成绩 硕哥跟我们说说 这个小富他小时候呀 是从小就喜欢当警察 我们硕哥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可能比他再稍微大一点 我在高中的时候 嗯 因为高中的时候学习之余嘛 就憧憬着将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职业 嗯 然后就对警察 就特别情有独钟 嗯 后来就通过高考考取了我们警官学院 啊 警官学院 然后毕业之后就参加了工作 那当初毕业之后分配的时候 自己会有这个落差吗 因为你这职业又不玩枪 又不作战呢 也不是特警 其实还好 因为我刚工作的时候 我也是特警 然后一年之后转为刑警 再然后就转到现在这个岗位 那您跟我们说说 这三个岗位分别有什么样不同的感受 特警呢 就是因为刚工作 新鲜感和这种使命感会比较强 那刑警呢 其实更多的是你深入到案件里面 深入去了解嫌疑人 那现在到了法治这个部门呢 是做后方审核 是要充分地保障 一线一个承上其他的一个作用 所以其实使命感和责任感 都是逐步去增强的一个过程 这有没有一个那种 很具体的例子能够讲讲 在你这一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通常办理的盗窃案件 盗窃案件 它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 是被盗物品的暗值 如果说达到比如说一千两千 或是几百 它分别对应着不同等级 那我们办案单位呢 有的时候可能是出于这种办案效率 它可能为了更快 它仅仅就核实了这个物品的价值 那从价值来看 嫌疑人他可能会对应一个 比较高的一个幅度的处罚 但是我们通过整个数理 整个卷宗 发现其实他还有很多其他的情节 比如说他帮助我们去 抓到他的同伙 或者说帮助我们去了解到 其他的更多的线索 或者说他的态度更好一点 我们会给他适用不同的条款 帮助他更好的进行一个教育 和处罚相结合 帮助他去更好的改造 你说说看目前为止 经手的这些案件当中 有什么让你印象特别深的 其实我一年的话 最多要批五百个案件 其实你要说印象深的话 可能太多了 对 有的时候可能就觉得 不稀奇了 你要说感受最深的 还是在审核案件过程中 我们和办案单位之间的 一种交流和互动 因为站的角度不一样 他是想着更快去 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而我们是要保障他的质量 所以说很多时候 在和他们交往的过程 也会有摩擦 但是我们私下来 都是很好的战友和同事 但如果出现意见分歧的时候 一般通常是怎么办呢 如果说法律依据不清楚的 我们会再进行一个深入讨论 你觉得你们压力大吗 压力还是蛮大的 因为每一个案件批出去之后 它后面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 这个都是未知的 所以我们只能是 进最大的线路区 把风险控制住 所以当你自己压力很大的时候 你通过什么方式化解 我就是一般出去运动 或者是自己开车出去散散心 六号 你说你爱看话剧 然后像我比较喜欢看什么喜剧类的 像开心麻花的 《床前不止明月光》啊什么的 你都看什么话剧呢 开心麻花我也有看 那你去看过那个《基督山伯爵》 会有那个 我一激动笑不起来了 我那本 好 你继续 《基督山伯爵》我看过 还不错 有很多共通语言 一号 我看到你平时喜欢健身 我也很喜欢健身 那你是喜欢在健身房健身 还是只要是运动类的 你都会比较喜欢 现在目前在健身房比较多 觉得健身房效率会高一点吧 五号 所以我就跑偏了 我在那里思考 就是说你如果以后跟你女朋友的相处 就是说会不会 就是说吵了个小架 你会不会也当按键一样来审 你和女朋友吵架了之后 你会认错吗 为什么不会啊 他可能考虑到你的工作性质 假如说两个人吵架了 可能你觉得这件事不占理 就女生不占理的情况下 你会跟他讲道理 会理论 而不是直接认错 但是现在你 大多数女生都交上惯眼了 就希望男朋友 不管是谁错 都是他错了 不是有一句话蛮经典的 当你和女生去讲道理的时候 就已经输了吗 那倒是 所以你就不会去跟女生讲道理 那你觉得跟那些办案的人员 同事甚至犯了 那沟通比较容易呢 还是跟女朋友沟通比较容易 都挺容易的 如果是吵架的时候呢 哪个比较好安抚 不会吵架的 六号 你要知道他是法治办的 他的心脏极其的强大 就是你跟他傻这些小毛病什么 在他眼里都不算事 男嘉宾说他内心很强大 如果我喜欢看恐怖片 就你的女朋友喜欢看恐怖片 恐怖片 那你会陪他看吗 我看他 他看恐怖片 这个可以 这个好浪漫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对另一半的职业 有没有什么明确的要求 比如说像我 我是自己有在写歌 就是创作人嘛 这个职业可能跟你的职业 就是跟警察会悬殊挺大的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组合 这样的一个搭配 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不会觉得奇怪 能接受吗 那说不定能碰撞出新的火花呢 刚才四号举手了是吧 你介意意历练吗 哎呀就是小富留下的阴影 建议台风上会有顾虑吧 但是顾虑都是可以消除的吗 我发现我们硕哥啊 这个多吃两年饭就是不一样 关于那个职业的问题和异地的问题 他都回答的滴水不漏 江老师 不是我现在理解 刚才我说你都不吵架 他说我不会吵架 我说你知道为什么我不会吵架 因为任何嫁草怪 他都可以用他的话术来圆滑圆回去 我们接下来就继续看一看 瘦哥的第二条短片了解一下 警察找女朋友不容易 在读警校的时候 因为男女比例悬殊和学校规定 谈女朋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啊 我那会儿就有 毕业之后相过几次亲 警察这个职业 说出去都是一片赞赏 但是真要说嫁给警察吧 又都不要 你让一下你承认吧 这个可能不太好说 因为都是很主观的东西 我说出来 人家可能也不一定就是这样的人 可能是职业习惯吧 我会把工作上的严谨和自律 也延伸到生活当中 每天早上必须七点半起床 晚上必须十二点睡觉 不抽烟 不喝酒 不吃油炸的东西 也不喝饮料 健身这个事 也坚持了很多年了 上一任的女朋友 是朋友介绍认识的 那位女孩人很好 但最后的分歧在于买房子 我想买在摇化门 但她坚持想买在河西南 考虑到上班员 这个矛盾不可调和 后来就和平分开了 理想中的另一半 最好是个老师 当警察的 大多会觉得对家庭有所亏欠 觉得老师跟警察职业互补 我不能按时下班 但是老师可以 可以更好地照顾家庭 想象总是美好的 但是爱情规划不来 警察找对象这个问题 也是任重道远的 所以还是看缘分吧 警察这个行业 找伴儿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事 对 现在是什么觉得 我觉得这短片有一画面拍得真好 就是那个 景辉推上去的时候 然后在婚戒推上去的时候 我觉得在这就先要跟所有 接受了景辉 也接受了婚戒的女孩 说一声 你们很伟大 也祝你们都幸福 这个画面真好感人 2号 刚才他说想找老师 我又感觉 我又被 你又被点 对 我被点到了 但为什么你们都想找老师 为什么我还单身呢 老师这个行业在你们那儿很吃香吗 你更多地可以帮助孩子去成长 更多地去包容这个家庭 可能会有这种 印象 而且确实是好多我们的同事 会有这样的选择 但是有很多职业互补性 比如老师有寒暑假 而老师通常现在也可以按时下班 1号 我想问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 你前面说到 就是跟前任的女朋友 是因为买房子的问题 有了分歧 然后最后就和平分手 那假如说是我们俩在一起 还存在一个地域方面的一个问题 你得先跟人解释一下 姚化门和何西南在南京 是两个什么概念 我好模糊啊 就是刚才短片中提到 这两个地方是南京的 两个斜对角的两个点 大概是这个方位 很远吗 对 会隔得比较远 然后当时是我这个房子 已经买下来了 他事后提出这么一个观点 是不太好理解 那人家是不是从投资的角度 发展的角度去考虑的 你什么时候买的房啊 我是我中间换了一次 现在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换了这一道房子 你接受就是未来的女朋友 她是其他地方的人 记不记忆她是哪里人 最后如果说相处的特别的融洽 或者是两个人真的是要往一个方向去努力 我觉得地狱的话 也是可以去打破的 来 六号 你们没有发现吗 她所有的处理问题都把问题钳制了 就是这两个地点是对角线 就是如果她为了爱情 两个人真的在一起结婚了 包括以后生小孩 然后接上下学 她都是问题 她预期了这些可能会发生的问题 所以她从源头掐断了 我们以为就是我们打过去 她打回来 不 她在你打过去之前已经 想办法杜绝这种冲突跟矛盾了 跟这种人相处 我推荐一下 真的是很愉快的 天哪 你今天就像她的发言人一样 这是来自校友的关心 哎呦 好 这是关于那个买房什么的问题 还有一个短片里有意思的细节是 她是一个极度自律的男生 二号先问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你说你每天早上七点半起来 那你放假的时候也是这么自律吗 每天都是这样吗 那你能接受不自律的女朋友吗 你七点半起 她十二点半起 对 可以接受吗 我试着去影响 如果改变不了呢 对 改变不了的话 那就让她选择一个比较舒服的生活方式 就是 不会去强求 我其实跟男嘉宾是一个类型的 我也是极度自律型 就是男嘉宾是七点半早上起床 我是早上五点半 晚上大概十点钟左右 十点钟睡五点钟起 对 起了干嘛呢 起来掠狗做早餐 然后再去上班 自己做早餐自己吃 对 而且我每天早餐会做得很丰盛 而且很好看 姐姐要说话了 刚刚男生说她是极其自律的 然后我想问一个问题是 如果你女朋友邀请你一起去 喝啤酒 喝啤酒吃烧烤 你是看着她吃 还是你也要吃 你不是说 好问题 你什么 拒绝油炸 对 拒绝油炸 拒绝饮料之类的 会吃啊 会吃 不就是为了 偶尔可以放松一下吗 我觉得她是自律又自在的人 三号 我听说男嘉宾滴酒不沾 然后我说 如果说 其实我也是滴酒不沾的 但是说如果晚上 想喝点红酒 一起跳个舞什么的 你会 激受这种浪漫吗 我觉得她现在一定会回答 可以啊 是吧 可以啊 OK 硕哥 你这种生活的状态 这么自律 是因为比如说 小时候的家庭的影响 还是说工作以后 职业的影响 还是说你自己就 一直都这样 因为我小时候 我父亲是一名医生 所以他在很多方面 饮食作息 他会比较讲究 然后慢慢地就影响了我 后来上了警教之后 就强化了 你知道吗 警教的他这种作息制度 他就更加规章制度化 六号 你之前不是说 有一个是因为买房的吗 我觉得房子只是 你们冲突的一个点 我相信女孩子 不会因为你买了这个 你已经买了的房子 还跟你一直较真这种事情 就是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买房子是当时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 其他因素呢 也有消费啊 或者是就是物质这方面 具体呢 它会对你在用的 或者穿的东西 它可能会比较讲究 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层面 这样或者一个什么样的品牌 消费观也可能有 存在一些差异 你不管消费也好 或者自己去 产生什么兴趣也好 都是要让生活变得更好 更舒服 并不是非要达到某一个 特定的档次 或者是品牌 你不是说你喜欢话剧吗 我是那种几千块的东西 舍不得买 但是几千块的话剧 我舍得看 就是我愿意为体验去买单 但是那些外在之物 我觉得就没有什么意义 我很想把女嘉宾问一下 因为我觉得她讲话都很理性 那想问一下 就是除了你时间有限 不能陪伴工作人员 但你在陪伴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对女友是感性或浪漫的 就这部分你有没有 可能我也属于直男一种吧 太浪漫的没有 但是比如说 之前交往过的女生 她身体不舒服 知道了之后 把她排队去买了那种汤啊 就包着汤 然后配着红糖 包括等等等等 你还知道红糖呢 知道知道知道 常识这是 你看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因为在心理学 每个人爱的语言不一样 她这种爱的语言叫做服务的行动 她是会为 她会愿意为你服务的 那其实这就是他们表达浪漫的一种方式 所以如果女生能读不懂说 她这种服务是这种浪漫的话 她就会觉得 其实蛮有爱的感受到浪漫 帮妈妈们问一个问题吧 好 其实我觉得王硕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沉稳 然后妈妈们也感觉就是很满意 然后房子也糟糕买了 工作也很稳定 人又很舒服看起来 那接下来一旦如果有可能妈妈女儿嫁给你 或者是你打算多长时间 婚姻啊爱情啊什么的 这个期限我自己大概设定在一年左右吧 觉得两个人从相识相知到最后相爱 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接下来王硕最后的时间给自己做一下缘分争取 其实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也是鼓了很大的勇气 来之前也有一些顾虑 但是真正地站到这个舞台上 看到这么多女嘉宾 也是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我也是希望能够在自己 就是应该去寻找另一半的这个年纪 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因为其实工作上通过这五六年的工作 也是慢慢地稳定下来的 应该是要把精力去抽一部分出来 去寻找自己的另外一半 也是希望能够借助这个平台这个机会 去完成自己的这么一个小小的心愿 我怎么就特满意呢 我也希望各位女嘉宾能满意 所以接下来首先请妈妈们做第二轮的打分选择 请打分 一号妈妈达到了满分 哇 哇 三个十分 天哪 太厉害了 所以这下难度大了 到底决定哪一位进入我们的绿色通道 我们要不先听听看三位满分妈妈的理由 好不好 一号阿姨 很有演员 我坚持 我想把女儿 嫁出去 对 嫁给你 就是这样 我觉得男嘉宾她是稳重 能给归宁带来安全感 好嘛 我第一眼一进来我就看上她了 我想把女儿交度给她 三位阿姨都好坚定啊 而且我觉得三位阿姨这样一坚定就把难题交给了男嘉宾了 我不能就是随便选一位 我必须给她们公平的机会 所以三个都要 对 三位女生都推上了绿色通道 先恭喜一下我们的一号四号五号 请亮灯进入我们的绿色通道 剩下的三位女生 请考虑 请选择 五盏灯 恭喜进入到属于你的权利 原来是你 好 在接下来的两公公当中 你可以现场的五位女嘉宾 快问快答 预备 开始 一号女嘉宾 麻烦你回答一下 你会在家里面养宠物吗 会 会啊 养什么宠物 现在家里已经有两只狗一只猫 好的 三号女嘉宾 你平时会在家里面分担家务吗 我会 因为我的职业关系 我每天早上都会打扫卫生 好 四号女嘉宾 你休息的时候会打游戏吗 很少 五号女嘉宾 你怎么看待男女朋友交往过程中的争吵 或者是怎样去有效地解决 我一般比较少发脾气 我喜欢面对面直接说清楚 你会有平时坚持健身的习惯吗 我没有坚持 但是我希望找一个健身的另一般带着我 我很希望有这样一个对象 六号女嘉宾 你觉得就是交往多久结婚比较合适 两年以内 一年以上 你觉得自己是感性一点的还是理性一点的人 生活是感性的 工作是理性的 再问一下四号女嘉宾 你能一句话总结自己的特点吗 外冷内热 然后特别自律 三号女嘉宾 你相信在生活中会有一见钟情的事情吗 我相信 问一号吧 你会觉得男朋友去健身而不去把这个时间用来陪你 你会介意这种情况吗 不会 因为我自己也健身 我们可以一起 好 三号女嘉宾 你会对对方的身高有要求吗 之前有 现在没了 哎呦喂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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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时间到 哎呀 哪个问题让你 答案让你比较满意的 刚才还是一号吧 一号他提到就是健身的事情了 双方能多一些包容和理解还是蛮重要的 那我们就看看最后的结果 首先给你一些时间 因为接下来的时间你要选择在五盏灯当中灭掉四盏灯 请考虑 请选择 你猜他会怎么选 还有精神 他的路线是和小富 哎 截然相反的 哎呀 谢谢我们的六号 谢谢五号 哎呀 看来也要谢谢四号了 哎呀 那接下来 谢谢三号 哎呀 最哎呀 可以可以可以 恭喜你进入到了最后的部分 原来不晚掌声欢迎一号以及一号 女嘉宾 冷妈妈 到了最后一个环节了 一号为你留灯 你选择留下他的灯 你要告诉我们一个你的理由 嗯 他在场上就是跟我之间的互动 包括回答问题 我觉得都是 就是契合度会比较高一点 最重要的是 得到了阿姨的充分肯定 没有 因为来自家庭后方的力量 永远是最强大的 我硕哥真的是周全 请三位转身 最后五秒钟 请考虑 五 四 三 二 一 请转身 四 三 二 一 请转身 哇哎 恭喜 哎呀来来来来 吓死人了哎呀 快签你们必须牵手这样才能抚慰我内心的 哎呀太舒服了 哎呀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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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是在基本上接近最后的时刻瞬间趴转过来 是 我一直在找 我不转的理由 但我实在是找不到啊 哎 你知道吗你真的好厉害 我觉得我妈妈是一个特别 演员 就是要演员好是特别特别难的一件事情 真的 而且很难得 就是我第一次跟我妈 两个人一致觉得一个人还挺不错哦 这样子 真的 因为我知道 第一次从小到大没有过 我刚看到一个戏 我觉得是 两个人有演员还是蛮关键的 那最后能不能走成 那就是要看妈妈相处了对吧 我是这么认为的 对 反正有一个好的开始是最重要的 我真的长那么大 第一次遇到跟我妈妈认为一个男生 对同时觉得一个男生不错 而且我是他真的是他一上来我就觉得哎不错这样 我说哥现在有点飘吗 啊 我没我没飘起来吗 哈哈哈哈 一个温柔一个冰冰有礼又不会吵架情商又高了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幸福快乐的 我期待着你们在未来真的能有一个特别圆满美好的结局 掌声欢送进入我们的缘分之门 其实从一上场之后包括到刚才做选择的时候 对女嘉宾的感觉都是非常好的 包括对阿姨的感觉 男嘉宾从他上场一直到他看VCR这些 我觉得他都给我一种很沉稳然后很有安全感那种感觉 他其实场上的一些表现包括女嘉宾的一些问题的对答方面 他这个人的就是为人处事方面也相当多甜 那就祝福他们有一个圆满的结局